那在今天这一集呢,我会带大家来看吉隆坡在双子塔 地点最漂亮的,就是在它的双子塔公园围绕一圈的这条道路 现在呢,我就是在整个双子塔地区呢 最漂亮最漂亮的地段,就是叫做Persharan KLCC Persharan KLCC呢,翻译上就是叫做KLCC的一个小巷 那虽然说是小巷,但是呢,它是整个吉隆坡市中心双子塔地带呢,它是最漂亮的地点了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边呢,就是Persharan KLCC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或者是终点吧 反正呢,Persharan KLCC这个道路呢,它就是围绕着 这个双子塔,或者是叫做双子塔公园 一圈的 它基本上呢,可以算是吉隆坡在双子塔商圈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地段,最好的一个地段 那当然它最好的地段呢,它的土地都是属于 以前呢,都是属于这个双子塔开发公司的 所有的这种项目呢,早在十多年前,它都已经是一起规划 完成的 它这些楼盘呢,都是占据了一些 最好最好的位置,而且呢 对着双子塔非常非常的 壮观啊,但是我们现在对面那一座呢 叫做Quadro Quadro呢 高40层,这里有点树遮住了 我看看 我往这边能不能够看得到 OK,看得到 40层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Quadro的这个外形 基本上呢,它是没有 这个 阳台的 都是封闭式的,现在在吉隆坡市中心呢,也比较 流行 那在这个Sharan KLCC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呢 就有 Exxon Mobil 一家 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公司 它的位置也是很漂亮 等下我带大家过去看,它那一个方向呢就是双子塔 那这个就是 Trader Hotel 大家可以看一下Trader Hotel呢 它是在吉隆坡呢,其中一个有最好的景观 那都是面向双子塔 非常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晚上当 双子塔开灯的时候 Trader Hotel 大家也应该可以看到了在前面的那个绿油油的地方呢 就是双子塔公园的 所以这里呢你会看到很多 这个 Expect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Expect呢 他们5点钟下班之后 都在那边跑步的 Trader Hotel 它的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对面呢 就是Exxon Mobil 一家美国公司 做 石油和天然气的 那它靠近双子塔,大家也是可以知道它的原因了 因为双子塔呢作为马来西亚的国油公司 主要也是 生产石油啊,天然气啊之类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双子塔公园 我们已经到了双子塔公园 那在双子塔公园 这里一圈呢 你会看到 非常 漂亮,非常景观 比较绿 你看 它 两栋 KLCC 整个城市的面貌 那 在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rader Hotel 所以呢 Trader Hotel你看它面向 面向双子塔 所以它两栋都可以看到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 Persiaran KLCC的楼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Munara Elham 这个是Binchai 不是 对 这个是Binchai 然后呢 这些 那个是 Oval The Oval 刚才那个 Munara Felda 商业楼 这个Oval呢 也是住宅楼 最漂亮的是 这一栋 叫做Binchai on the Park 那 我彻底来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Persiaran KLCC 它的 位置 然后相对于 双子塔公园它的位置 那我们 再继续 沿着 这一条Persiaran KLCC一直走 看看还有什么土地或者是楼盘 但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当年规划呢 都是 双子塔公司他们一次性规划的 所以这些楼盘呢都是一般上都有10多年的 12年到15年左右 但是呢 因为主要它这里都是比较 大的单位 所以呢买的 虽然它的单价呢 是算是 算是便宜的 单价算起来呢 有些也就在900 到 1300 400左右 算是便宜的单价 但是呢 它的那个 面积比较大 所以算起来呢 它还是 有点 贵的 你可以买到 有 2000尺3000尺4000尺 如果你要格楼 你要Penhouse的话 50006000尺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买到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环境 也比较安宁的 树也比较多 因为吉隆坡市中心这里呢 它并不是 一个工业区 它只是一个 商业区 办公楼 office 的地方 那 在这个Exxon Mobil旁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停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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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停车厂呢 你看它的那个土地 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个停车厂呢 有说是 这个Exxon Mobil已经买下的 这片土地 那以后这个Exxon Mobil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公司 它会开发商业楼盘 还是住宅楼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这个土地呢 已经在这里 很长时间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栋 这栋呢 叫做Park Seven Park Seven呢 现在还是 可以看到双子塔的 它的那个单位也是很大 这里Park Seven 然后前面呢 就是之前我们介绍 介绍过的 在这个Jalan Storno的时候 它叫做Storno Park 等下我走到这个Bean Drive on the Park 那一边呢 我看看有没办法 找到一个 进去这个停车厂 你就会知道 它的那个景观有多漂亮 我带大家 一直在往前走 现在呢 我们 正在沿着的 还是叫做Perciaran KLCC 就是叫做KLCC小巷 行 那我先走进去 这个停车库 先走进去停车库 就是我经常说的 这两栋 Bean Child on the Park Bean Child on the Park 两栋 非常非常的 它的 角度也好 它的距离 和双子塔的距离也好 是非常的 可能是 精准计算过的吧 所以呢 它是不会被遮挡 然后呢 角度也非常漂亮 几乎达到了90度 面向 双子塔 那当然这个二手房呢 也是有这个 10 15年左右了 那个是Oxley Tower Sofit Town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双子塔 你看到的呢 基本因为我现在在地上 然后在走着 所以你看到的呢 会比 我现在这个位置更漂亮 尤其是如果你住在高层的话 如果你就住在高层 看这个景观呢 基本上在吉隆坡市中心 已经找不到 一个这么好 一个角度 和方向 前面呢 就是双子塔公园 那我现在 从这个Bean Child on the Park 看一下能不能够过去这个 双子塔公园 好 这里除了Bean Child on the Park 还有Park 7 Storno Park 这里的住户呢 很多时候都在这里附近一带上班 所以呢你步行 你就可以在这里上班 然后呢下班之后呢 因为有双子塔公园的 存在所以呢都在 大概 5点6点多钟呢 你会看到很多 外国人呢在这里锻炼 在这里跑步之类的 所以这里的位置呢 基本上 应该是经过双子塔这个规划公司呢 他们是精心的策划过的 才会有这样的 但是现在 你看到的现在的一些新楼盘呢 基本上都不会再存在有 有这种的 景观和角度了 所有的都会被遮挡 或者是你只能看到 双子塔的 四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 或者一些比较好的呢 可能看到三分之一吧 就算你可以看到的话 角度可能也 不是那么好 那这个 Park 7 和 Storno Park 之前没有带客户来看过 里面的单位是很大 真的是很大 当然 甚至你要富士的还是三层的 里面都有很多选择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呢 就是 Persiaran KLCC 的 可以说是镜头吧 其实它也不然 其实到镜头呢它可以 左拐 其实左拐呢那边 也可以一直 如果它那边没有施工的话其实以前是可以一直 穿一个圆圈 转一个圈 围绕这个双子塔公园的一直到双子塔公园的 那这些 这个道路呢都是叫做Persiaran KLCC 的但是现在 因为地铁在施工 商场在施工 所以还能不能够 穿过去呢 现在就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不管怎样 啊 就算路 不通呢 这里也还是比较方便的 基本上步行 你走路呢你都可以 啊 走了整个 Persiaran KLCC 那住在这里的人呢 目前 估计都是 高管 然后或者是一些本地的拿都啊 Tancery啊 之类的 大家看 那汽车出来 是一辆Porsche 那这里呢 办公楼 什么都有 那好的那今天这一集 Persiaran KLCC 这一集的一起走过的路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 那以后呢 我会带大家看更多在 吉隆坡市中心的一些道路 看看它的一些发展 一些规划 一些楼盘 不管是新楼盘还是二手楼 如果大家需要买房的话呢 那记得联系我 当然了 却不得的就是 点赞 分享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好的 那我们下回见